嗨 玉琳哥來來來 玉琳哥剛才比較熱 玉琳哥講幾句話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錄影delay 錄影玉琳哥 非常的感動 覺得倍感動性 前年我發片 去年達玉琳發片 那很多人就說 他們一圈沉淪了 完蛋了 沒要救了 好在 玉琳哥的發片 帥哥發片才是何無常情的嘛 那帥哥發片呢 把整個演藝圈向上提升了起來 所以呢 鞠躬絕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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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夜夜 滿滿的愛 雙手張開 穿揚著愛輪重來 溫柔的等待 期盼有一天愛重來 謝謝你 請著我走進了你心海 滿腸空白 讓我用愛將它填滿 最難度的回憶 就在不願意的未來 星光一般出身的呢 都是這個 唱將 佼佼者 我本來以為呢 這個藝民跟他搭配會很吃虧 因為他 宣容他派會唱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 又在這個 這麼嚴厲的評審的調教之下 我想說 藝民跟他 行嗎 但是剛剛聽了 聽下來 覺得就是說藝民的 完全沒有被選榮吃掉 就表示藝民的水平也是在 在這個水準之上 非常厲害 老實講 我跟藝民這幾年來常一起錄影 不過今天是這麼專注的 完整的 聽他深情唱歌 是 果然 藝民在我們夜間這麼多年 大家都說他演技好 大家也都說他床起好 讓他的未聊相關的話 其實歌技果真 如他所說的 不是蓋的 本來一般這種偶像藝人 出片 我們期待什麼 就是完整的可以把歌交代完就好了 可是你發現藝民不是 他的歌是帶有感情的 有靈魂的 S.O.U.L 是有靈魂的 有瘦在裡面 他很多細膩的轉折 然後他的那種技巧 是隱藏在他整個聲情底下 了解 那加上薛榮這麼好的邦證 真的是情色和平 祝你們百年好了 大家好 剛剛藝民有特別想到 幕後的黑手 是嗎 對啊 其實我有打電話給導演 前一天 對 我說 如果你還想繼續當導演的話 你應該知道怎麼拍這MTV了 是是是 而且沒有 其實我講真的啦 不過大家都 你知道因為 我是出壇子的名聲算了 也不用我自己講 好像這演技有點名了 但是 還怪你們現在站那麼遠嗎 但是呢 沒有 但是這一次的MV 我真的沒有吃醋 對 對 因為其實我看完之後 也有很多人都有說 因為跟這個薛榮是不太熟是不是 哈哈 整個從頭到尾都沒有對到 其實剛剛也有提到說 就是呢 為什麼沒有想到要找老婆一起呢 想到這個我也有一點傷心 因為本來呢 那當然薛榮的歌聲 那當然無庸置疑 對不對 就是讚 讚 所以他們唱完之後呢 我就默默地在家裡拼你的臉 一起練 一起練 我想說搞不好有一天 李薛榮會身體不舒服啦 或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換到我嘛 對不對 就等了很久 這機會來了 對 下個禮拜有一個節目 然後薛榮因為太忙 她說沒有辦法 我說欸 所以她就說 那維琳姐 結果妳跟她合唱 我心裡想 我已經練了很久了 啊 好啊 沒有問題 結果就很高興 跟老公說 老公那 因為薛榮很忙 那這首歌就我跟妳合唱 結果老公就說 那妳剛剛說 我可不可以換唱兄弟了 你真的很傷我的心 我覺得這張專輯 很大的賣點 就是 藝銘跟薛榮IMB 我仔細地看了一下 真的 從頭到尾 他們都沒有對上一頁 根本我懷疑 這是第六感 生死練的太棒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很棒 就是 相愛的人可以去唱 不合的人也可以去唱 第六感生死練 你可以這樣唱 我覺得它有許多 第二代的無言的結局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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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